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只要更便宜的棉花 这样 在曼彻斯特工厂的支持之下 奴隶制居然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发展下去就意味着 西部有更多的土地 不能留给自由农 而要留给奴隶劳动 非洲要有更多的人被绑架 送到美国来 邪恶不但不会自动消失 反而会不断扩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曼彻斯特的工业 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 奴隶制过去在华盛顿将军的时代 曾经显示出了落伍的东西 没有人愿意要 但是现在 它极其可怕地 跟最先进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当时的人看到这些东西 就像看到共产党一样 它把最邪恶的东西 跟最先进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如果仅仅是邪恶而落伍 像非洲部落吃人一样 那还没有关系 它会自动灭亡的 而它突然变得 跟资本主义最先进的一部分 结合在一起 有扩张的趋势 那就没有办法 只能用武力来解决它 自由州的体系 和奴隶州的体系 已经不能共处 如果共处下去 奴隶州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把自由州变成了少数 全美国都实现了奴隶制 然后英国工业 完全依靠奴隶劳动来维持 那么岂不是全世界都要完蛋 所以 走到这一步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已经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要替他的子孙后代考虑 他不能够像国民党人那样 我拿了苏联的钱 可以做二十年江山 我的子孙后代 会被打成黑五类 我也可以不管 深谋远虑的贵族 是要看得非常远的 在真正的危险变成现实之前 就要掐住他不放 所以体系之间的冲突必然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像很多温和派中国人 一厢情愿想的那样 很多具体的问题 还可以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关税还可以这样那样 我们要明白 这根本不是什么关税的问题 根本不是什么具体的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结构性的冲突 今天不解决 就得明天解决 明天不解决 就得后天解决 具体哪一天解决 差别不大 但是反正 你不上战场 你的子孙就要替你流血 而且你的子孙很可能会因为你的错误选择 而连流血的机会都没有 一开始就死定了 所以 如果你已经看清楚了自己的位置 那么你要明白 任何人 无论你是站在哪一边的 都是先下手围墙后 下手遭殃的 你不能等 等了以后 你下一次再做的时候 你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糟 因为跟你作对的人 很可能不像你这样肯等 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 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的阶级地位必然会下降 你就算现在不是无产阶级 将来也会向无产阶级的方向退化 没有办法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不知道为谁而战的人 必然就会变成双方的牺牲品 在任何一个体系当中 都会被挤到最下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无论他开始的时候 显得多强大 反过来 方向明确的人 即使其他方面有问题 他的相对地位一定会上升 他可能在斗争中间挂了 但是斗争会使他或他的同类 日益强大 这就是你们即将面临的情况 最重要的就是战队学 战队学确定以后 你再考虑具体的技术问题 当然 从现在的局势上来看的话 石仲贵 习近平是不可能赢的 就是说 他能够采取的做法 就是 是一下 吃一点亏 再缩一下 然后再烧一点资本 所有这些支付成本的 都是沦陷区的温和派中国人 如果台湾不存在的话 也许中国的中产阶级 比现在多三倍 由于台湾的存在 你要搞更多的海外活动 还要搞更大的舰队 而这个舰队还不敢出去搞 这些成本都是打在那些下岗卖淫的工人 或者杨改兰之类的人头上 然后你要在新疆打一场反恐战争 需要支付比阿富汗战争多30%的钱 这笔钱又会落到谁的头上呢 然后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以后 那么你的企业就不可能竞争得过越南 或者其他开始的时候 生太为相近的企业 企业或者说是任何人的经营都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 我有100块钱盈余 这100块钱盈余能够全部继续投资 或者说是我只剩下50块钱盈余 另外50块钱被扔出去打狗了 开始的时候只差50块钱 三代人之后 你的子孙就是下等人 你的子孙就是威尼斯人 人家的子孙就是英国人 解体论之所以很重要 就是因为荷兰如果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的话 他的钱会给西班牙人拿到意大利去打仗 那么他也会跟西班牙一样穷 他独立以后就会跟英国人一样富 威尼斯人如果跟荷兰人一样保持独立的话 他现在也用不着跟纳布勒斯人一样穷 原因都在这一点 哪怕是初始条件只差一只蝴蝶 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结尾就差得像一场风暴 在郑成功那个时代 其实长期还没有厦门发达 现在的长期和厦门早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独立国家 而敏越没有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缘故 现在的博弈也就是这样的 无论具体的情况是怎样 自组织资源发育的最差 独立搞得最差的地方 必然会付出最大的成本 而且发出最小的生意 就是因为他们死了也白死 正因为这一点 所有负实际政治责任的人 必然会从他们身上炸最多的钱 不是因为他好或者他坏 而是因为任何人在实际执行工作 而不是理论分析的时候 他都必然希望能够以最少的时间 和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换算到政治上来讲 就是说河南人一定比广东人饿死更多 广东人就算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也会搞很多走私贸易 而河南人到哪都没法走私 相反 中国如果还是像春秋战国那种情况的话 河南自己也有很多小国 周围都是来疑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话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 大一统害得最深的 恰好是大一统最彻底 而且拥护他最厉害的那一拨人 谁最有能力反对他 谁思想意识上最反对他 这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 反映了将来的情况 过去江泽民时代以来 共产党能够唯一使用的理由就是 现在是过渡时期 需要积累资源 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情况会好的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他不能实现他的任何诺言 例如 他跟大一统主义者许下的诺言是 我们能够收复台湾 了结国共战争 或者过去那些冲突的后遗症 我们能使中国变成世界强国 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变得明显的不可能了 他给民主主义者的许诺是 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 发展到市场经济中的中产阶级产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给你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现在这件事情也变得不可能了 他过去维系人心的所有承诺 都在习近平手中遭到了破坏 这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习近平这样的人是必然要产生的 这些承诺早晚要有破裂的时候 也就是说 同床异梦的联盟 早晚会有大家扯下假面具 露出真实面目的那一天 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广州的时候 还可以不扯下假面具 到了南京和武汉 早晚会决意雌雄一样 各种力量早晚会决意雌雄 具体谁赢谁输先不管 但是无论谁赢谁输 造成的结果都必然是撕裂 因为没有谁能够有足够的能力 完全战胜谁 如果任何一方有足够的能力 完全战胜其他各方的话 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中国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在谁都不能战胜谁的情况之下 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会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 分成三种不同的地区 就是龙骑兵地区 叙利亚地区和张献忠地区 什么叫张献忠地区 就是社会已经瓦解到 大家都是贫下中农 连土豪都产生不出来 相互竞争的手段 只能用谁最心狠手辣 吃人肉的手段 这样的地区就是张献忠地区 张献忠地区不是一个地区 而是无数个地区 有无数小张献忠在各地活动 叙利亚地区就是 他还能够产生土豪 集结成土豪社区 因此他能够产生像今天的叙利亚军阀 和过去的张作霖和吴佩福这种人物 这些人就是我打算发明民族时的利用对象 这样的人如果足够聪明的话 像当年的张作霖和陈炯明一样 他就会发明出满洲民族 或者广东民族出来 这些人 例如他们在体制内 是属于那种服从体制 但是比较擅长于 给自己留些小金库 和留些余地的那种人 他们不会把一切都上交上去 一切都上交上去的话 那就必然会变成张县中 最后还有吸取了所有的人血 集结出来的那些首位北京城 和重要铁路交通干线的龙骑兵地区 这个地区当然是嫡系部队的地区 但是它必然会只能控制国家的一小部分 因为真正忠于共产党国家的人口 所谓的体制内人口 本来就只有一到三亿 再怎么扩张 也搞不成资源的完全控制 而且要在这少数地区加强防范 比如说搞什么天网工程 或其他工程 保证它极高程度的 铁一样的安全秩序 是需要大量的成本的 这些成本 只能从杨改兰这些穷人身上抽 而抽血的结果 就会把这些地区 变成张县中地区 而如果有些地区 能够抗拒这种抽血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叙利亚地区 所以 集取本身就会导致 上述三种地区的分化 而掌握龙骑兵地区的人 无论是习近平 还是他的继承者 最后 他必然会变成 各大军阀当中最大的一个 像今天阿萨德 在叙利亚所占据的 那种地位一样 他不能够完全控制 叙利亚地区 是因为成本太高了 这样做对他不划算 某些利润太少 而又不是战略要害的地区 他还不如不理 这些地方 还不如黎巴嫩和伊朗 这些境外地区 价值更高一些 这是最经济的手段 尽管不是他想要的手段 但是所有的演化 最终都会指向 势能最低的一方 就是操作起来 最经济的一方 要么你放弃了 你的方案和蓝图 那么你的势力 就不存在了 被别的方案和蓝图吃掉了 如果你有一个 绝对不能放弃 就算是我被吊死 在路灯上 我也要坚持到底的 方案和蓝图 那就只有一个问题 在你执行的过程 中间手段高明不高明 或者高明到什么程度 而那只是影响到 执行这个方案的 相应地区的资源 多少问题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 大体上的估算 具体的定量分析 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真实的数据 但是你也可以 合理地推论 习近平想达到的 这样一个 他心目中的 未来的中国 是覆盖不到 今天这个中国的 所有地区的 倒是可以覆盖到 比如说一带一路的 某些国外地区 他在实现这个地区的 过程中 所需要的巨大成本 会产生的效果 一重要性排列 就是这几项 第一 他会使国外的匪谍 不得不完成 就事物的本质 和他们的实力来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任务 会使他们毁掉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在美国和台湾那些 本来可以像67年的 香港左派那样 长期潜伏 继续发展的匪谍 突然跳出来活动 然后被红区党 说成是工作不利 或者搞修正主义而搞死 第二 例如在广东这样的地区 他给当地的土豪 提出了选择 你闷生大发财的时代 结束以后 你不能拖 拖下去 你的资源就没有了 你选择吧 你是为了中国的缘故 把你自己的资源 多献出去一些呢 还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想办法多留一些小金库 这样就会决定你 将来的下场 至于某些地方 可能一开始就注定是 张献忠地区 已经是不可救药了 张献忠地区必然会扩大 任何人的动作 都会使这个地区扩大 所以将来蹂躏 无产者的战争 是无法避免的 而也有可能 在某一个集团 控制了某些核武器的情况下 像阿萨德会使用化学武器一样 拿出相互和平的手段来 我不是说我了解任何内幕消息 才推出这样的结论 而是说就文明的歧视链 和事物的本性来说 东亚自古以来 以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都比西亚要落后 西亚出凯莫尔的时候 东亚就要出蒋介石 凯莫尔成功的时候 蒋介石就要失败 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 阿萨德不使用化学武器 就不能做官的时候 阿萨德的对应物 就会不使用核武器 就做不了官 这是非常合理的推论 问海外的民族发明者 应该怎么做 刘仲敬 那当然是要建立政治组织了 建立政治组织这件事情 主要是看时间表的 政治组织上的时间表 你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排华才刚刚开始 它会排到什么样的高度 或者烈度是很难说的 但是整个趋势可以看得出来 到下一次2020年大选的时候 就会有人跳出来说 川普的亲戚都怎么怎么样 他甚至就是匪谍 以此为理由给自己拉选票 或者诸如此类的 2020年到2024年这个任期 我相信 在我预见到的这个时间内 中共至少还可以 剩下一个强有力的匪谍组织 他至少还有能力 做对很多人的进攻性表演 使得麦卡锡主义 在全世界熊熊燃烧起来 然后脚踩两只船的人 比如说在美国的华人 都要面临尴尬的战队学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你最佳的选择和最必要的事情就是 你发明出自己的民族 用哪怕是一个纯粹空架子的机构 来证明你自己 你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比如说你只要有一百个人 跟你同心同德 你马上就可以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 比如说 我如果现在有这假定的 一百个人存在的话 我立马就要成立一个 巴蜀利亚剿区军政府 假如排华运动在2021年来临的话 即使那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也要面不改色的 把这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 假如事情发展的没有那么快 那么我还可以比较从容的发明 这件事情是由不得你自己的 问您对美国的未来怎么看 现在美国白人越来越少 有色人种越来越多 美国的衰落是注定的吗 刘仲敬 你要明白衰落是有不同定义的 这也反映了文明的不同季后 罗马帝国的建立 当然是罗马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强化 它变得比过去更强大了 但是毫无疑问 在布鲁图斯和家徒的眼中 罗马帝国的建立是罗马的衰落 因为罗马过去是一个共和国 现在变成了帝国 就算是帝国比共和国在军事上更强大 征服了更多国家 但是布鲁图斯当年的理想没落了 这就是罗马的衰落 但是一个受中国主义那种教育 把汉武帝和唐太宗 当作文明高峰的人就会觉得 这简直是罗马的盛事 他不会认为罗马的盛事 是在布鲁图斯和新兴大提的时代 他会认为罗马的盛事 是在图拉针的时代 这就是一个鉴定了 比如说你的思维如果是西方式的 你就会认为孔子所在的时代 是东亚的黄金时代 唐太宗和康熙皇帝 已经是很多落的时代了 但是你如果认为 汉唐盛事才是东亚的黄金时代 孔子算个什么 那么你自己就已经是默认了 所以衰落这个词 你如果指的是美国的霸权 和军事实力的衰落的话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你有生以来 甚至你能够预见到的子子孙孙都看不到 但是 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 跟罗马军事实力的强大一样 并非不能意味着 美国共和传统的衰败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就是它跟种族结构没有关系 假如你按照19世纪的观点来看 川普这样一个巴伐利亚人当总统 已经是美国的衰落了 最初的美国 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 这些做雇佣兵的黑森人和德国人 以及宾州的教友会教徒 都已经是很外围的人了 18世纪以前 北美殖民地和美国建国初期的 宜居民心目中的核心人物 当然就是弗吉尼亚的英国绅士 或者马萨诸塞的清教徒 什么德国人 爱尔兰人 教友会教徒 就跟现在的墨西哥人是差不多的 他们的素质是很差的 如果将来政权不掌握在英国人手里面 恐怕会有问题 如果那时候你告诉华盛顿将军的同时代人 华盛顿将军的宝座 会落在一个巴伐利亚人的手里面 他们会觉得很不满意 当时的人说 暗格鲁人不再做美国总统的口气 就跟你现在说 将来白人不再做美国总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的美国 跟华盛顿将军时代的美国相比 到底是强大了还是衰落了 这要看你怎么样定义强大或者衰落 所谓的种族问题 本身跟血缘没有关系 或者关系甚微 而是不同政治集团博弈模式的体现 19世纪的人 为什么会用现在川普描绘墨西哥人的语气 来描绘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呢 因为他们不懂得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 他们一进来就拉帮结派 比如说纽约来了很多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以后 他们就用谁给钱多 就把票投给谁的方式来选举他们的长官 纽约的市长之类的 原先即使不是昂格鲁人 也是新教徒 现在被这些天主教徒占据了 而这些爱尔兰天主教徒 毫不犹豫地用钱去收买选票 于是当时 坦慕尼这个词就是腐败的代表 当时的民主党 从坦慕尼的腐败俱乐部那里得到了很多选票 也被当时的保守派精英认为是 美国政治传统堕落的证据 但是今天在纽约的人 很可能会觉得 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 其实还是他们当中比较贵族的成分 甚至波多黎个人 也都算是比较资产阶级的成分了 可能海地人 福德角人或者洪都拉斯人 才是他心目中不可同化的一族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今天的爱尔兰人确实不再搞会选了 这些事情是他们刚刚来到美国还比较穷 而且不大懂得民主运作规则时候的现象 三代人之后 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出身的政治家 他的行为模式就跟其他政治家 没有什么显著区别了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所谓的列等民族同化美国的忧虑是没有根据的 19世纪的一无所知党坚持说 如果天主教徒占领了美国 美国就完了 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早已经发生了 而今天的美国天主教徒 却反过来被认为是 比如说抵制白左或者抵制移民的核心力量 比新教徒更好地保存了保守主义的传统 有很多保守主义思想家 例如拉塞尔这样的人 他自己就是天主教徒 所以 这件事情主要是取决于不同政治集团 在政治博弈中形成的政治习惯的相对位置 就是说 谁处在相对无产阶级的一方 这个位置是不断移动和变化的 他像是戏台上的不同演员 今天我扮演关云长 我就是忠臣 明天我扮演曹操 我就是奸臣 关云长的面具始终是关云长的面具 但是扮演关云长的演员 是像流水一样不断变化的 在这个问题上 谈论种族是没有意义的 种族只是政治习惯的一个不大精确的形容词而已 但在另一方面 现在的美国跟十九世纪的美国 或者十七世纪的美洲殖民地相比 政治德性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 那要看你对政治德性是怎样定义的 如果你的观念比较接近于社会民主派 或者大众民主的话 你肯定认为是进步 如果你的观念更接近于封建主义的话 你会认为是退步了 但是这个进步和退步 确实跟特定的种族 或者移民的来源没有确定的关系 问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最高压是百分之百的话 您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多少 刘仲敬 百分之十还不到 问目前在国内串联的老兵 在未来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什么 刘仲敬 破坏 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事情 也不能为自己捞到任何真正的好处 但是他们的存在造成了体制内部的分裂 而且像显示剂一样 显示出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分裂 他们是促使分化的力量 但就他们自己来说的话 他们无论得到什么样的承诺也维持不了 他们跟现在的死大学生一样 即使得到一个好位置 将来也会失去的 而且任何诺言 许诺他的人都没有办法迫使负有实际责任的人负责 问 您认为哪个地方最容易形成 或最早形成十万人规模的民族共同体 不算香港和台湾 刘仲敬 云南或者广东 问 您是否要求大家传播您的民族发明学而加快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刘仲敬 在人数很少的时候有这个必要 现在人数多了 可做可不做 也就是说 现在这些人如果要打算组织一个一百人的 比如说民族政党或者政治组织的话 条件实际上是已经具备了 你传播只是在滴水平上让更多人知道 但是知道和组织之间是两码事 相对于让更多人知道 现在这一拨人测验一下自己有没有决心和能力是更重要的 问 您如何看待法轮功在全世界形成的共同体 如果他们是很强的共同体的话 是否更容易抵御大洪水 刘仲敬是这样的 他们或者像是孙恩 洪秀全那样的人 会在未来发挥很大的作用 现在是因为知识分子不重视他们 他们实际上早就已经存在 而且控制几亿人口是没问题的 问 您如何看待国内传销组织形成的共同体 刘仲敬反映的就是产生他们的散杀社会 散杀社会极度缺乏组织资源 你只要稍微输入一点 哪怕是很差的组织资源都可以迅速地收割到很多人 但是麻烦的是 你收割到的很多人很可能是你的负担 你要提高他们的层次 或者运用他们做什么事情的话 都是极其困难的 甚至你自己很可能会被他们骗过去 问 根据郭文贵爆料 共产党在海外藏匿有数十万亿的美金 这笔钱将会在未来发挥什么作用 是否有可能像您早期对郭文贵提到的建议那样 在某些地区形成自己的军事势力 是否有可能有群体拿到这笔钱 进而影响国内的局势 刘仲敬可以的 比如说像是在非洲这样的地方 你必然要组织安保公司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军团 无论事先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它早晚会被局势的发展所牵动的 问 您对二战的结果怎么看 刘仲敬 二战其实是一战的直接继续 它是一战摧毁了 19世纪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后的附带现象 它不像一战那样重要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 比如说有一个房子有一个主人 那么草地必然是天天有人捡的 一战是那个主人突然死掉了 但是房子还看不去不怎么破 二战是主人死了 因为没人修理 没人捡草 草地突然疯涨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 主人死以前和主人死以后 草的高度差异不是很大 然后等到20年以后 草长得跟一片森林一样 也就是说二战表面上看起来的后果比一战要大 但是实际上重要的是一战 而二战只是一战必然会产生的一个附带后果而已 问历史上对丘吉尔的判断为何会是现在这样 刘仲敬历史上的判断是谁做出来的 不过是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做出来的而已 主流知识分子做出这样的判断 那当然是反映了所在文明的逼格和结构 主流知识分子尊重什么样的人 或者不尊重什么样的人 那都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 你看到主流知识分子 把戈登将军称作殖民主义者的时候 那时候的世界已经非常堕落了 把丘吉尔看成最伟大的人 是两种状态的一个中间态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